大家好,欢迎来到T先生的菜地和蘑菇房 这是我曾经居住过十多年的房子 现在被用作出租房 现在租客已经搬走了 我今天过来检查一下房子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想看看 我院子的那些果树 在这一年多没有人打理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这些果树现在是什么状况 其实我们知道这果树是需要打理的 春夏秋冬都有修剪的问题 这是我前院的一个棗树 我们看上面的果子 所果累累 其实棗子里假如是土耳环境 光线很好 是不怎么需要打理的 这就是一个明镇 在上面 结满了果子 但是还是有些问题 我们看见该修剪的没有修剪 像这些枝子 像这些背上枝 这都是要修剪的 这里面很多内塘枝 也都要把它剪掉 而且在这里还有一棵是 很粗的自生苗子 这长出一个很粗的自生苗 要是不技术处理的话 它甚至可以长生一棵大树出来 所以这个一会儿要把它剪掉 我们再到里面来看 这里有一棵大枣树 有两层楼那么高了 现在 上面也是 挖满了不少的果子 然后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里面有一些枝条 是需要 应该在春季就要修剪的 像这个 像这个枝条我们看上面一个果子都没有 这都是属于今天春天蒙法的这种 像这个 春天蒙法的这种背上枝 我们看内塘里面还有很多 类似这种枝子不怎么结果子的 都要把它剪掉 靠近这棵枣树的是一棵桑树 这个桑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修剪了 所以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的三圣每年是在采果子之后 做一次大大的修剪的 然后第二年接果子之后再修剪 如此循环 但是我们看这个三圣 长得也是有两层楼那么高了 上面很少有三圣果子 我们再转过来看 这边的两棵大枣树 五花果树 还有亚洲梨 那这个五花果树也是疯长 可见我这个院子的图案是多么好 完全缺乏修剪 这上面也是没有果子 估计主要原因 一个是营养太好了 然后也太密 所以它刮不住果 我们再来看我这个枣树吧 这是我的第一棵枣树 我为它做过两期视频 都是说这棵枣树和它的孩子们 所以这是有将近二十多年的一棵老枣树 上面仍然挂满了果子 我们稍微走近一点看看 上面仍然挂满了果子 那这是它旁边的一个枣树 是它自身苗后来嫁接的 现在跟它长得一样大了 一样的高度了 也都有两层楼那么高了 上面也是挂了不少的果子 但是这几个枣树都有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当然是没有人修剪了 这些枣树都是要在春季蒙发春梢的时候 要把它们剪掉的 这树内堂里面像丛林一样的背上枝 这都是没有修剪的结果 还有这边 这些背上枝在里面是不太容易结果子的 相反的它们会消耗很多营养 我们再来看这棵亚洲梨 我在这里的时候每年能够产几十磅 非常好吃的亚洲梨 最近我刚刚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给大家介绍番茄塞的食类 用它来防止各种病害 其中一种就是梨树的黑烧病 我们看这个梨树 没有人打理它 这种黑烧病是何等的严重症 这树上满了这种 因着这种黑烧病而被枯死的这种枝条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上面没有梨子 因为树氏它因着这种病害 树氏被大大的削弱了 它就不接梨子了 但是当中还有一个梨子 当中还有一个梨子 我们看 就这里 还有一个梨子 哈哈 这也是证明这颗树氏结果 这个 那我在这住的时候 这颗梨树我采集的办法是 在它每年发新烧 就是椰子刚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用番茄塞的手里打药 把这所有的枝条 因为它这个病它是清染 它是从嫩烧开始 它是从嫩烧开始清染这个小枝条的 包括果饼 包括梨子的果饼 它也会清染 所以你就把这个春季的时候 把这个树枝 不管是小枝条还是树的主感 都全部给它打上药 打两遍就起很大的作用了 假如年树打三遍就完全没问题了 就基本上就控制 那今年的梨子 梨子丰收就没有问题 所以是在结果之前 做这样的动作 就可以控制这个梨子的枯燥病 我们现在看 因为没有控制 所以这个梨树上面是 它就只结了一个梨子 这个梨树底下还长了一些 还有很多自生苗 我们知道这些自生苗都是野的 因为这里都是嫁接之后的产物 所以这些自生苗不除掉 整它也长成树了 那就是麻烦了 这里还有一棵山植 这个山植我也曾经做过视频的 然后在这里也吃了不少山植 这个山植品种还不错 但是也是没有修剪 这里还有我以前曾经修剪过的痕迹 这我曾经修剪过的 这也是曾经修剪过的 但是后面再长的枝条就没有修剪了 所以现在是枝条重生 我当然也不指望它会结很多果子 因为这都是多年生的枝条了 可能也接一点吧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回顾了 我曾经居住过十多年的 这个房子的后院 这些果树 在树域管理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也给大家看见果树是需要管理的 那这几个树我们按顺序排内的话 最需要管理的就是这个亚洲梨 因为它病害很严重 要是它需要每年都管理 那第二类就是伤盛 它需要每年减脂 第三类就是枝树 枝树 枝树是不怎么需要管理 就是把每年的新烧给处理一下 把里面内堂子减掉 当然枝树的在枝树需要培育树行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当树行已经稳定之后 枝树是不怎么需要管理的 去年这一树的枝树 因为房客他们不吃 都掉在地上 掉了一地的红枝 很多人都觉得太可惜了 当然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 那今年呢我是保证 这种事情不再会发生 我会和新的房客说好 跟他们商量好 要么他们在那吃 要么我来在那吃 总而言之是不能再浪费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